好 謝謝大家 好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週報 好 今天的背面 有我們羅馬書的信息 好 那接下來的六週呢 我們都會一起來讀羅馬書 那 當我們剛開始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內容跟我有什麼關係 或者我們會有種感覺是 好像我們看不太懂它的內容是什麼 那看不懂呢 常看就看懂了 好不好 跟你們說 經常看就看懂了 其實因為現在一方面 我們也是一個網路的文化 我們都只看得懂五六句話 沒辦法看全部 所以我們讀聖經也是習慣只看三節 但是牧師鼓勵大家 有下一個贊帖給大家 就是把羅馬書看完一遍 好 在新城的分享社團 如果你看完了 你就可以去留說 欸 我看完了 好 其實 當你一下子看完羅馬書 你會有個完整的概念 大概羅馬書在講什麼 那羅馬書就在講神的福音 那保羅 他就是一個傳福音的人 他渴望到羅馬去傳福音 也渴望跟羅馬的教會合作 來再去傳福音 好 所以這就是羅馬書最主要的信息 所以呢 在我們的導讀本上面都有寫到 好 其實前面一到三章呢 好 特別是今天的信息講完 接下來一個禮拜的靈修 好 大家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福音 在一到三章裡面 保羅他對全世界的人宣判 我們是有罪的 好 那罪是什麼 罪就是我們離開了神 我們跟神破壞了好關係 好 我們活在那個不公義的生活裡面 我們失去了生命的源頭 所以我們產生很多的問題 好 所以一到三章裡面 然後從第四章開始 保羅開始解釋 我們要如何回到神的面前 好 我們如何經歷救恩 好 這個救恩是怎樣子在舊約 就已經寫下來的 這個救恩是怎樣透過耶穌基督 發生在我們生命當中 好 這個救恩是如何 在我們基督徒的成聖過程當中 繼續的成長 好 這就是整個羅馬書的重點 然後也講到了 好 過去的福音與以色列的關係 也講到了基督徒如何在世界上 如何在社會上生活 如何面對社會的這些問題 很多東西都在羅馬書裡面 好 所以牧師選了羅馬書 就是幫助我們 好 所以我鼓勵大家 真的帶著你的自覺輪 帶著你的心 你的感受 你的想法 你的需要來看羅馬書 你會帶來真正的更新 那過去你覺得你只是看聖經 你只是用聖經來靈修 但現在你已經知道你的問題了 所以你再來看羅馬書的時候 那個感受會不一樣 好 那個PPT如果方便的話 幫我放羅馬書1到17節好不好 1章1到17節 方便的話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我們來看到我們的周報 所以今天呢 牧師會 其實今天的1到17節呢 就是整個羅馬書的前沿 就整個羅馬書的前沿 好 我們來 我們現在念羅馬書1章1節好不好 我們請來念 預備 請 好 我們再念2到4節好不好 好 我們再念2到4節好不好 預備 請 好 5、6、7節 再來 預備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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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1到17節就是羅馬書的一個前言 其實再接下去就很精彩了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看完1到3章 你才會知道1到17節為什麼這麼重要 但1到3章講到世人被定罪 世人的問題跟需要 那些有律法的人的問題跟需要 所以沒有一個人可以靠律法誠意在神的面前 我們都離開了神 我們都活在那個虛空裡面 所以保羅才會搶到前面1到17節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介紹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保羅 他是個福音的使者 1章1節我們來看 耶穌基督的仆人什麼 保羅奉召為什麼 特拜什麼 傳神的福音 其實我們知道保羅他是希伯來人 那他說他自己是什麼 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 他的支派 他的教門 是非常更謹守規條的 那他也是受到了希臘化非常棒的教育 所以他能夠在雅典跟那些人來辯論 然後呢 他甚至傳福音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他被人家無緣無故抓去打 打完畢他就告訴人家說 我是羅馬公民 對方嚇到不行 不能隨便沒有經過審判 怎麼能夠這樣打羅馬公民 所以保羅我們可以看他生命中 很重要三個身份 希伯來人 希伯來人 希臘化的教育 然後羅馬公民的身份 可是在這些這麼棒雄厚的背景裡面 大家跟隨耶穌基督 他說什麼 耶穌基督的仆人什麼 保羅 他說他是仆人 弟兄姐妹對於現代的我們 我們覺得仆人這兩個字很奇怪 我們會想到傭人 我們會想到嚇人 但是我告訴你的確就是這個意思 而保羅說他在神的面前 他是仆人 他是能夠被神被耶穌基督 使喚來使喚去的 所以弟兄姐妹 問一下你旁邊的 你是神的仆人嗎 你說牧師你不是才是神的仆人嗎 所以我們使喚你啊 你懂不懂 那是錯誤的觀念 所以過去幾千年來 教會被這個神職人員 完全搞垮了教會 沒有這所謂的神職人員 每一個跟隨神的人 都是神的仆人 每一個跟隨神的人 我們都活著不再是我 乃是什麼 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生命中所有的問題跟挑戰就是 我們要做主人 我要自主 我要自由 我要我的什麼東西 但是弟兄姐妹 最安全最穩妥的 就是把你最重要的財產交給神 讓神來管理我們 因為比我們聰明 比我們有智慧 比我們想得更遠 而且他有保障 所以耶穌說 所以保羅說 我是耶穌基督的仆人 而且他奉召為使徒 特派什麼 特派什麼 特派傳神的福音 所以大家弟兄姐妹 你們知道保羅有工作的 你們知道嗎 保羅的工作是什麼 你們就知道 他是支帳篷的 蛤 你說 蛤 童子君也是個工作 欸 童子君很了不起耶 因為我們想要帳篷 就想要童子君嘛 不然我們現在 沒有人無緣故去帳篷嘛 但是古時候的人 他們在旅遊的時候 常常經過礦野沙漠 他們要住哪邊 他們要住哪邊 沒有四季飯店耶 沒有萬豪酒店耶 對不對 就是住在帳篷裡面 所以保羅他支帳篷 那個帳篷不是我們想像中 野營的帳篷 那個帳篷是 旅人在休息的帳篷 所以有一個牧師說 其實保羅是什麼業 是旅遊業 你們知道嗎 保羅他是飯店酒業 他不是 那個帳篷不是一般的 薄薄的帳篷 是可以住全家人那種帳篷 所以保羅是有工作的 保羅有工作 而且這個工作 讓他可以去到全世界各地 他可以去旅遊 他可以養生 而且他能夠繼續傳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 保羅是有工作的 我們大家說保羅是有工作的 可是他說他是什麼 特派傳神的福音 所以弟兄姊妹 工作是你彰顯神榮耀的管道 Amen 寫下來 工作是你彰顯神榮耀的管道 是你傳揚福音的平台 弟兄姊妹請仔細聽 我不是說你要在你的工作當中 你不工作你就一直去傳福音 你不好好工作一直跟你的同事傳福音 你通通都沒有做好跟你老闆說 交給耶穌你要有信心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的意思是 在這個工作裡面 你能夠發揮你的熱情 發揮你的生命力 發揮你的天賦 而且你是靠著那加給你力量的 你凡事都能 好我再講具體一點 你的工作 你透過你的工作 讓福音來轉化你的那一個行業 Amen 所以不是你的工作 是這個行業 是這個產業 是這個領域 你能夠帶來翻轉 Amen 各位弟兄姊妹 而保羅他深深的知道 我是特派傳神的福音的 我不是支帳篷 我不是睡在帳篷 我不是靠帳篷為生 我是特派傳神的福音的 弟兄姊妹 這第一個人生的定位 你沒有搞懂 你後面都搞不懂了 你為什麼要賺到這些錢 你為什麼要有這些地位 你為什麼買這個車子 買這個房子 你一直單單的餵你的肉體 你的結局就是死 就是沉淪 你的肉體是永遠餵不飽的 那個情欲 一觀一來再一來 永遠沒有滿足 所以真的 我以前也都講這樣的話 但是我現在講 越來越有感覺 因為牧師現在透過自覺 我進到很多內心的那個領域裡面 我進到另外一個世界 心靈的世界 人的裡面永遠沒有滿足 永遠沒有滿足 自我形象永遠沒有安全感 那個連結再怎樣連結 永遠都孤單 永遠沒有達到那個成就感 弟兄姊妹簡單講 沒有神的人生 就是一個失序的人生 你第一顆扣子沒有扣好 你懂得是嗎 下面的扣子都怎樣 都扣歪了 我們現在就一直在扣下面的扣子 可是你第一顆扣子就扣錯了 你第一顆的優先次序搞錯了 你就人生搞錯了 還記得那個 畫那個獅子王那個誰 劉大衛來到我們教會分享 他說 他從小是一個很特殊的人 在台灣都是變成頭腦的問題 到了國外接受訓練變成超級的畫家 最後畫了獅子王 畫了這些花木蘭 他就是想要得到奧斯卡 他一生的目標就是要得到奧斯卡 後來他看到一個螞蟻 偷偷去搬他的冰箱那個起司 有沒有 偷偷去搬 對那個螞蟻而言 那個起司就是他的世界 他怎麼知道冰箱裡面還有其他的東西 因為一個螞蟻只能搬那麼一點點 對不對 你不小心才踩死他 真的 我平常我是不會殺螞蟻 但是他如果在我食物上面 我把他彈開 他結局怎樣我不知道 如果家裡看到那麼大隻的傷害 一定要追他到死 以前我一個人住是沒差 現在是有小孩 現在是有小孩 我記得也是在我媽的房間 看到一個那麼大的 那個叫什麼拉牙 那麼大隻 那麼大隻 我一看到我第一個 我第一個反應是逃跑 我突然想 欸這我媽家 我如果沒有幫他殺那隻豬 那個拉牙就在那邊 所以 太嚴肅了講個玩笑 讓大家輕鬆一下 所以那個劉大衛他講 他就是這樣 奧斯卡就是他的人生 他就是要這樣 那一刻他懂了 在萬王之王萬祖之主面前這些多可笑 所以弟兄姐妹 你如果沒有回到聖經 洗洗你的腦袋 你問一下自己這個禮拜你在計畫什麼 這個禮拜你在計畫什麼可以帶到永恆 這個禮拜你在計畫什麼可以帶到天國 這個禮拜在計畫什麼是跟神的國有關係的 而保羅他說自己是仆人 而且他是特派傳神的福音 所以弟兄姐妹 來你在特派傳神的福音前面的那個槓裡面寫下你的工作 你是業務 但你是特派傳神的福音 你是經理人 你是特派傳神的福音 你是秘書 你是特派傳神的福音 在你身上是有使命的 而傳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是什麼呢 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兒子耶穌 Jesus 耶穌 耶穌原來的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 當我們說耶穌啊 就是在呼喊救主 所以呢 我們看羅馬書一章二到四節 這福音是從前借著眾先知在聖音上所應許的 還記不記得在路加福音耶穌復活的時候 兩個門徒跟耶穌走在一起 然後說耶穌復活你知道嗎 對不對 兩個白目的門徒 耶穌復活你知道嗎 耶穌復活你知道嗎 耶穌復活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手很涼耶 怎麼是這樣 不知道 門徒搞不清楚 所以耶穌就從摩西律法先知 開始跟他解釋 解釋完了吃餅的時候眼睛才打開 整本聖經的重點就是在預備這個救恩 預備一個唯一的永生之路 唯一個回家之路 所以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的生命 若不借著我就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 這個肉體就是血統 按著人的角度來看 他是大衛的後裔 在聖經裡面很多隱藏那個故事 在創世裡面有隱藏那個故事 亞伯拉罕大衛之約 就是一邁的就是在講到 彌賽亞的再來就是耶穌 按聖善的靈說 因從死裡復活 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所以弟兄姊妹 福音的焦點就是那個完全的神耶穌 完全的人耶穌 而他以死裡復活 顯明他是大能神的兒子 你知道我們華人也很多民間的傳奇 死人復活 神仙復活 狐狸復活 但是在這裡講到的復活 不是只是死了活過來 那會不會再死 在這裡講到的不是 你死了活過來 然後又再死 在這裡講到的是 從人的世界裡面 進到下一個層次 超自然的層次裡面 而耶穌就是在宇宙當中 唯一一個 他沒有犯罪 以至於他死了 他能夠又再活過來 給我們一個盼望 我們後面所謂耶穌基督的門徒 簡稱基督徒 讓我們有個盼望知道 我們的盼望不是在今天 我們有永恆 我們有永恆 弟兄姊妹 拉大你的世界 不要在這五年十年 你爭一口氣 爭一個名 爭一個力 還有幾百年幾千年幾萬年幾千萬年 關鍵就在於你現在的決定 你是否相信信靠耶穌基督 到了天國只有一個入場卷 不是你是個好人 不是你讀很多書 不是你賺很多錢 天國的唯一入場卷就是 你有沒有相信耶穌基督 做你個人的救主 所以福音就是神的兒子 那所有相信耶穌的人呢 我們叫做教會 好不好 跟你們說你是教會 其實不是新人娘是教會 而你就是教會 而教會就是一群被呼召出來的人 羅馬書一章五到七節 我們再念一遍好不好 預備 請 好 你看到在這三節裡面 有對這一群教會的描述 這教會的描述是什麼呢 一章六節 其中也有你們這 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一個描述是什麼呢 一章七節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 為神所愛 還有呢 奉召做聖徒的人 所以你看到沒有 蒙召 奉召 都是被呼召出來的 被呼召出來做什麼呢 被呼召出來是屬耶穌基督的 你是屬於耶穌基督的 好不好跟你排音說 你是屬於耶穌基督的 你是屬於耶穌基督的 弟兄姐妹 今天不在於你在什麼場合 你在教會 你在公司 你在家裡面 你都是屬於誰的 你都屬耶穌基督的 Amen Amen 你是屬於神的 不管你在什麼場域 不管你現在什麼心境 不管你是高山低谷 你都是屬於神的 就好像王承軒一樣 他不管現在在後面玩 在前面玩 在哪邊玩 他受傷 他軟弱他跌倒 他都是我的小孩 那個關係 很多人把信仰變得很膚淺 不要來拜拜 給你們來說 不要來教會拜拜 真的 我可以跟你講 很多人來教會 是用一種拜拜的心態 我給你拜 你祝福我 有這麼好 那我換我拜你 OK 拜 祝福我 我們就是一種阿拉丁神燈的概念 真的 你有讀過阿拉丁聖經是不是 我不知道 那就是人的一種欲望 其實你是要神來成就你自己 所以自我察覺就在破碎這件事情 我們要知道 我們是屬耶穌的 這是一個關係 這是一個如父如母的關係 但是弟兄姐妹我得誠實講 這個關係在人類的裡面 已經快要完全滅亡 完全被破壞掉了 但我常常說 神就像天父的一樣來愛你 大家怕得要命 大家 我親口聽到 為什麼神不能像母親一樣來愛我 神用不住天母 對不對 人笑話 神用天母的愛來愛你 真的 我真的聽到有弟兄姐妹這樣講 因為我不要爸爸 我爸爸不負責任 我爸爸跑走 我爸爸無緣故就來打人 神要像父親一樣愛我 我拜託不用了 你看到仇敵在破壞什麼 破壞家庭 破壞我們對父母的觀念 破壞我們生下來 天生最美妙的東西叫做連結 一種很親密的連結我們失去了 弟兄姐妹 來仔細聽大家仔細聽 每一個情緒的背後 都是一個關係 你憤怒 你不是單純的憤怒 你是一個關係沒有連結到 你沮喪 也不是因為你沮喪 你有個關係沒有好好的去成長 所以為什麼 你對別人 你不是憤怒 很沮喪 逃避 忍弱 忍淡 麻痺 其實那個不是 情緒不是單單存在的情緒 你今天不會看那個牆壁忽然很興奮 然後看著牆壁 然後牆壁很憤怒 我打你喔 笑什麼笑 打你喔 你不會對這個牆壁一直發飆吧 其實你所有情緒都跟什麼有關係 跟人有關係 跟人有關係 攝影機快一點好不好 開玩笑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沒有 每一個服耶穌基督的信徒 都是屬耶穌的 所以 當你自覺了你自己的情緒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心情七上八下 其實你失落的不是那個感受而已 你失落是一個關係 而你要關係是要人填滿這關係 但是弟兄姐妹我要告訴你 你是屬耶穌的 好不好給你們說你是屬耶穌的 而且你是為神所愛的 你是被神愛的 好不好我們在旁邊 福音的信徒下面寫你自己的名字 寫你自己的名字 寫你自己的名字 王正宏 寫你的名字 什麼什麼什麼 王正宏 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 為神所愛 這就是我 這就是真我 這就是真我 大家寫下來 這就是真我 這就是真正的我 真正的我 就是蒙召屬耶穌的 真正的我就是為神所愛的 真正的我就是奉召做聖徒的 這就是真正的我 這就是真正的我 弟兄姐妹這就是真正的我 而且保羅繼續說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父神 並主耶穌歸於王正宏 因為王正宏是為神所愛的 因為王正宏是屬耶穌的 好不好我們把自己名字放進去好不好 我們念一遍好不好 預備來 預備開始 所以弟兄姐妹你每一天都對自己來宣告 我王正宏是屬耶穌的 我是為神所愛的 我是奉召做聖徒的 什麼是聖 聖不是做對事而已 聖不是不做錯事 很多人因為講到這樣我們就怕 其實包括我們對罪 對信心 我們基本的概念都是錯的 信心不是信心 信心是信抗 聖徒不是你通通都一百分 聖徒的意思就是你是分別為聖 你這個人的功用是被分別出來做一個特殊的功用 就是這邊的椅子大家都可以坐 但只有一個椅子上面寫講員 只有講員可以坐 那這個椅子就是聖 椅 這樣懂懂懂 聖 椅 聖 椅子 你懂嗎 就是說我們雖然活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也工作 我們也吃早餐 這種歌對不對 對不對 那麼胖 早上還吃滿福寶 對不對 好 我們也吃早餐 我們以前也租DVD 對不對 但是我 好 越講越罪惡 沒有沒有 好 我這個人是分別為聖的 我的功用是被分別為聖 是屬神的 是被神用的 被神拆遣的 被神所計畫的 要完成神給我的任務的 我是聖的 這樣大家懂的意思嗎 是分別出來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當你在這個世界上 你也是被分別出來的 而且神要祝福你 恩惠平安 要從我們的父神 並主耶穌基督 要歸於你們 所以我們常常說平安 好不好 給你排名說 平安 用一種很燦爛的笑容告訴大家 預備 來 平安 所以教會說平安 教會說平安 是恩惠平安在你的身上 因為你是屬耶穌的 因為你是為神所愛的 弟兄姊妹 有多少人知道你很可愛 你很可愛 今天我們秉捷做見證 他有沒有覺得自己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軟弱 大家去上山禱告的時候 他開始重生聽到說 他很可愛 弟兄姊妹 什麼時候我們覺得我們不可愛 就是世界的標準 我們沒有達到世界的標準 我不可愛 好像我喜歡的人不喜歡我 有人不喜歡我 我不可愛 但弟兄姊妹 有一個更高的權柄 有一個更高的權柄 你懂我意思嗎 好像最近很多中國的選秀節目 對不對 跳舞 你在我們教會跳舞 牧師說你很厲害 也不錯啦 對不對 可是還好 牧師又不是跳舞的 但如果你去到中國表演 對不對 羅志祥 對不對 吳建豪說 哇 Excellent 超強的 哇 然後把手帕 把那個毛巾給你 對不對 你們知道這個選秀節目嗎 你們都不知道 王革新最愛看的 我們準備要去選秀了 我們準備要去選秀了 真的超強 那個真的超強 對不對 哇 吳建豪說你厲害 那就真的厲害了 各位弟兄姐妹 上帝耶 神耶 有誰的標準比神還要神的 有誰的標準比神還要重要 比神還要聰明 比神還要厲害 比神還要知道萬物一切 他說你是為神所愛 好不好 給你們來說 神說你是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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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可愛的 我聽很多講員講 很多講員 很多國際的講員這樣講 你們聽聽看 他說 蒙福的秘訣就是 每天早上起來 你刷牙的時候 對鏡子說 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真的 國際講員 在國際特會裡面講 一個恩膏 對著鏡子說 我是蒙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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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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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我跟妳旁邊講一遍 好不好 跟妳旁邊講一遍 我是蒙福的 我是蒙福的 然後再跟另外一遍講 我是可愛的 我是可愛的 這個弟兄姐妹 真的 真的 其實真的 我真的跟大家講 從我自我察覺到現在 我沒有真的覺得自己很不好 因為我的內心的價值觀已經很完整 但是我覺得我需要學習 我有做錯事 我需要改變 但並不會影響我的自我形象 但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好像 當你發現你這樣的時候 你會不能夠接納自己 不 弟兄姊妹 接納不接納自己 要有更高的權柄來判斷 是上帝 是創造我們的神 如果賈博士還在 他看了這支iPhone手機 他說這支手機是好的 那這支手機就是好的 經過他最嚴苛完美的標準說 這手機可以出廠 可以拿去賣了 那就是OK的了 弟兄姊妹 神說你是可愛的 你是聖徒 你是屬我的 你是屬於神的 我講一個可能不太有關聯的例子 我不知道有什麼關聯 大家聽聽看 反正這禮拜就是發生一件事情 好 其實我女兒嘛 在學校有一個朋友 其實原本也不是好朋友 是因為 就是因為要留下來 所以才變成朋友 然後這朋友當然他家裡面有些需要 我們也知道 他也跟革新講 我們也請革新特別的關心他 結果沒有想到 他竟然把革新的關心 講嚴重一點 有點利用了革新的關心 就跟他要東西 然後沒有界線 反正做很多事情 然後有一天 剛好禮拜天下午 其實黃革新 真的長得很像我小時候 大家現在看不出來 但我小時候真的就長這樣 他就 五點半了 愁眉苦臉 從學校出來 然後臉就曬得黑黑的很可憐這樣 我就說什麼事情 他就因為小學一年級 講都講不清楚 他說 我說 到底在講什麼 現在是經過我花了好久好久 整理出來的內容給大家 反正就是說 學期要結束了 老師就送全班的人一個禮物 然後他剛好拿到一個比較好的禮物 結果他那個朋友又來了 就可能說過一個謊 然後就硬要跟黃革新要這個禮物 因為革新是小孩子 他不懂拒絕別人 反正就是這樣拉扯當中就 禮物就被拿走了 我問了好久 革新都講不出來 所以那個籤筆有沒有在你身上 他就說他姊姊需要 我說那所以他籤筆 你現在是在你身上還是在他身上 他就說他姊姊 我說那到底應該要搞清楚 要搞清楚到底籤筆有沒有拿出去 反正到最後就是拿出去了 那我有問他 我經過他同意 眾多也沒有很衝動 我就說那你想不想要拿回來 他一開始就說想 我就去他們那個人回家必經之路 因為他也有他的家 也有他的家人 也有他的家人在 也有他的家人在 他的家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其實是鄰居 我們其實是鄰居 他的家人會帶他回去 我就在那邊等 等之前我有確定 跟革新確定說 因為我知道有些 爸爸媽媽管太多 小孩反正很有壓力對不對 你管他 因為他回去他要見同學的 爸爸都是在別的地方 我有確定他就說 他很喜歡那隻筆他要回來 真正人來的時候 革新又說 不要啦不要我不要了 他說不要 人都來了 我就後來就 就跟那個家長講說 好像有點誤會 怎樣 剛好那個小孩子就 拿著革新的筆很快樂地走 反正就拿回來了 那我們後來也有跟 王革新繼續的 情緒上的書解 也教他怎麼樣去面對這個同學 我們基本上還是去 還是去關心他 但是還是要有健康的界限 好 所以我為什麼講這個故事 我的意思就是說 好不好跟你排名說 你是屬於耶穌的人 所以真的 我的故事的重點不是 我去幫王革新把禮物搶回來 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王革新的情緒會牽動我 他的需要會牽動我 我的女兒臉黑黑的 外面愁容 因為那個就曬 曬到整個臉紅紅 小孩子很可憐耶 你知道小一的書包很重 他那麼瘦瘦小身子 然後我沒 因為我模仿不像 因為我就是那麼壯 革新背著厚厚的書包 這樣走去學校 真的 我就這樣看著他 然後他就這樣走去學校 我就覺得說 天啊還要這樣送到 真的送到國中 但是我馬上又來了 送到青少年這個又悲逆 你懂不懂 因為我戴青少年戴太久了 總是會覺得他們很悲逆這樣 因為我都是知道 他們怎麼講自己爸爸媽媽的 好 編題了 所以牧師要跟大家講的是 神是愛我們 我們是屬神的 而且不只這樣子 你看到 第四個我們看到 保羅跟羅馬教會的互動 其實也讓我們看到 一個福音的死者的內在生命 我們來讀一章八節到十二節好不好 預備 請 好 謝謝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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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們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保羅 他這個人 保羅對羅馬教會的感受是什麼 想法是什麼 需要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福音的死者的生命態度 所以我們也沒有跟別人傳福音過 有吧 對不對 所以保羅他對羅馬教會 他想到羅馬教會他就怎麼樣 感謝我的神 真的 他想到羅馬教會就感謝我的神 然後不住的提到他們 不住的在靈裡面帶導 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 竊竊的想見羅馬的教會 而且渴望分享屬靈的恩賜 屬靈的真理 他可能保羅在教會裡面 聽到了自覺人的信息 就很想跟羅馬教會分享自覺人的信息 分享天父的愛 分享彼此相愛的小組 保羅為這些人禱告 把他們放在心裡面 渴望分享 渴望再見到他們 所以弟兄姊妹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屬神的人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耶穌屬靈的仆人 而這樣的一個表現 就是一個非常健康的生命態度 一種成熟大人的態度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有沒有曾經跟別人分享過福音 好不好 我們在那個格子上面 隨便寫幾個名字好不好 你曾經分享過福音的人 寫一個就好 寫一個就好 你曾經跟他分享過福音 那 你也可以做什麼 你也可以為了他感謝神 在禱告中不住的提到他 而禱告時間常常懇求要見他們 分享屬靈的恩賜給他們 這就是保羅屬靈生命的彰顯出來 自然的流露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在我們當中每一位弟兄姊妹 你想要學向神嗎 你想要經歷神的豐盛嗎 我告訴你神的豐盛 最具體的呈現就是一個管道 這個管道能夠湧流出去 你知道你看到來 大家看牧師 這世界生命是什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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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不夠 我 時間不夠 我要 我要別人愛 我要別人關心 我要不要 喔 沒人幫我 幫我做那個 喔 大家都沒有人理我 沒人打針給我 這是什麼 這個背後的需要是什麼 這背後的感受是什麼 是孤兒 很可憐 沒有人關心我 沒有人愛我 我需要別人關心我 我才知道自己是好的 對不對 那保羅是什麼 保羅是聖徒 是為神所愛 是屬生的人 他是耶穌居的仆人 他卻能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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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當你在給的時候 華里哥牧師講 奉獻的第一個 就是你在給的時候 你向神 大家可以寫下來嗎 你在給的時候你向神 神的第一個 很重要是神是慷慨的 因為他裡面是豐盛的 弟兄姊妹 我們有給嗎 還是來到教會裡面 有人說消費主義 今天主日怎麼樣 講道怎麼樣 敬拜怎麼樣 招待怎麼樣 旁邊人怎麼樣 小組怎麼樣 便當怎麼樣 廁所怎麼樣 椅子怎麼樣 燈光怎麼樣 從頭懸到腳 真的 從頭懸到腳 這叫什麼 消費主義 我記得很久以前 艾克曼講一句 他說基督徒不是消費主義 基督徒是結果子 基督徒要結果子 為什麼 因為神創造的東西裡面 生命 蘊藏著什麼 生命 在蘊藏著什麼 生命 當樹上結果了 掉下來 可以變成種子 再掌棄樹來 再結果 所以 所以你要生養眾多片滿地面 然後怎麼樣 治理全地 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 我們一方面 求神祝福我 來 大家仔細聽 當神祝福你是家 完畢就撿 但是 你要去祝福別人是成 聽得懂嗎 神祝福你 加給你之後 你的生命會誤用 一定剪掉 但是 你祷告說 神啊 我真的為這些福音的果子 祷告 我想要見到他們 為他們祷告 當你想要給的時候 你的生命是成 是倍數的成長 所以弟兄姐妹 你渴望成長嗎 把祷告 把保羅的祷告放在你心中裡面 開始為別人祷告 為教會祷告 為牧師祷告 還有 如果今天做個統計 有多少人為牧師祷告 可能只有王媽媽舉手 為我兒子祷告 不要講那麼久 是不是 我媽常常說我講太久 那你懂意思嗎 這個管道流露出去 所以保羅說 我感謝我的神 不住的提到你們 導致這些長長的感覺 那個愛的連結 那個愛渴望給出去 綻放出去 發射出去 彰顯神的榮耀 還有治理 經歷 你說保羅是不是一個 經歷天父愛的人 保羅是不是一個 彰顯天父愛的人 這就是神兒子的靈 這就是神兒子的靈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學向神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 那為什麼保羅會這樣做呢 在他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來看羅馬書 1章13到15節 我們請來讀 預備 請 好 好 所以為什麼保羅會是這樣呢 我們看到1章13節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 我屢次定義 我們把定義圈起來 保羅他有個渴望 他有一個目標 他有個計畫 他有個想要的 就是什麼呢 要在你們中間得些什麼 果子 所以基督徒是結果子的 我們大家說基督徒是結果子的 基督徒不是消費主義 真的消費主義的背後是孤兒的靈 是傷口 是傷害 永遠填不滿的毒 但保羅說他渴望結果子 他要得一些果子 但是有什麼 有沒有阻隔 有沒有問題 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 只是到如今 永遠有什麼 阻隔 我們把阻隔圈起來 當你渴望定義 要去結果子 你定義要跟隨神 你定義要服侍神 有沒有挑戰 有沒有攔阻 有沒有問題 保羅說什麼 阻隔 我們把阻隔有沒有圈起來 你知道很多基督徒有錯誤的觀念說 我工作這麼忙了 我還想要去傳福音 神一定要給我家講了 我應該一傳福音 就全部人信主 然後就怎麼樣 我一代小組 然後怎麼樣 不 保羅有沒有遇到阻隔 保羅有沒有遇到阻隔 保羅屬不屬靈 保羅愛不愛主 保羅聰不聰明 保羅會不會寫 保羅會不會講解羅馬書 會不會 他寫的羅馬書啊 你聽懂我意思嗎 但是保羅一樣有阻隔 但是保羅還是定義要得果子 雖然有阻隔 他還是定義要結果子 雖然有阻隔 他還是定義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 為什麼 保羅你為什麼 保羅可能是那個時代旅遊最遠的人 你們知道嗎 他可能是那個時代裡面跑最遠的 保羅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又這麼聰明 你可以隨便在大學教書就好了 你在宗教上來講 保羅是可以選 進他們70個議員裡面的 保羅是很優秀的 保羅很聰明的 你可以在大學教書的 你可以做猶太教的70個議員的 你可以做羅馬公民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的 甚至這些都沒有 你也可以經商 你支帳篷 你幹嘛要這樣 幹嘛一個人要這麼累 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有些人要這麼累 要這樣子做 弟兄姊妹 只有一個原因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了我 在保羅哥林頭書裡講到說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了我 那個動力是從裡面來 而不是因為你在教會要得到一個位階 你要得到牧師肯定 你要做領袖 你要在社會上有成就 你想要賺大錢 你想要在教會學什麼 然後去做什麼 然後你想要幹嘛 布弟兄姊妹 保羅那個全宇宙最大的力量 就是基督的愛激勵了我 你說牧師真的是這樣嗎 聖經有寫嗎 羅馬書有寫嗎 一章十四節 來我們來唸一章十四節 預備請 我都欠他們在搞什麼鬼啊 保羅元那你是個欠債的人喔 難怪你是在招勞嘛 你不是在傳福音嗎 那你這樣講我真的倒大了喔 天啊 你們要回去這樣出信招救 保羅欠債嗎 保羅欠債是欠錢嗎 那他欠什麼債 為什麼保羅欠福音的債 為什麼保羅欠福音的債 他欠希臘人欠話外人 欠聰明人欠余卓人 我都欠他們的債 為什麼保羅都欠他們的債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告訴我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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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福音是為所有人能預備的 因為耶穌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是背負了所有人的罪 只要相信他 現在就能夠經歷到生命 因為保羅他深知基督的奧秘 他知道基督是給所有的人 他知道了他發現了 他停不下來 他沒有去做他停不下來 他渴望 他可以停在他的聰明智慧 他可以停在他的工作 他可以停在他的什麼事情 但他沒有辦法 弟兄姐妹有一個牧者說什麼 福音大能最奧秘的地方就是 當你經歷福音的大能 你一定會去傳福音 當你經歷了福音的大能 你一定會去傳福音 弟兄姐妹 前幾個月 前幾個月只是跟佩儀師母去吃一個牛肉麵 吃完那牛肉麵 這個麵條很好吃 我就到處講 那個有個牛肉麵 麵條很好吃 那個有個牛肉麵 麵條很好吃 那個牛肉麵 麵條很好吃 吃這個麵條很好吃 我已經可以去傳麵條了 我可以去傳牛肉麵了 不過弟兄姐妹 當你經歷到耶穌 當你真正看見神對人類的那個計畫 你停不下來 你會放掉你手中的那個捕魚的器具 你會知道 你欠他們的債 所以為什麼保羅在另外一邊 一樣的道理 基督的愛激勵了我 所以弟兄姐妹 求主幫助我們 再一次讓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所以保羅說什麼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 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 因為我都欠他們在 所以我願意這樣做 因為基督愛激勵了我 所以我這樣子做 所以弟兄姐妹 當你每一次親近神 你就會渴望彰顯神 當你每一次親近神 你就會渴望彰顯神 當你每一次經歷神 你就會渴望彰顯神 這是一定的 這是一定 這是一個生命完整的 這不是規劃 不是宗教 不是律法 不是教會的周報事工 這是生命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回到聖經裡面 而保羅他說什麼 西利尼人就是希臘人 什麼是希臘人 希臘人 你可以說 這就是當時的一種聰明的代表 民主制度聰明成幫 所以他們是社會中的核心 所以他們是社會中的核心 什麼是話外人 就是野蠻人 他們就是一群被征服了之後 他們可能被帶到羅馬 就變成奴隸 他們是社會的邊緣 弟兄姊妹 牧師要你很深刻的去思考 你認識人裡面 誰是社會的核心 誰是社會的邊緣人 你有沒有看見 你都欠他們的債 所以弟兄姊妹 傳福音不只是傳邊緣的人 也傳社會那些核心的人 無論是希臘人 話外人 我們都欠他們的債 無論是聰明人 余左人 我們都欠他們的債 牧師在北投 我很喜歡北投 很多人都知道 我也到處講 一間國小 新明國中 我就是北投長大的 我欠北投的債 弟兄姊妹 你欠誰的債 問一下你旁邊的 你欠誰的債 讓我們起來還這個債好嗎 那個債好像 什麼叫做債 債就是一種 揮之不去的那種種蛋 揮之不去的那個蛋子 在你裡面 除非你去還債 你的心才會 你不然你有沒有安靜下來 因為有個債在你身上 你覺得怪怪的 你需要把這債務還回去 你心才得到釋放 這就是一個愛的流露跟彰顯 我欠北投的債 弟兄姊妹 你欠誰的債 我們一起來還 為什麼 因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好 我們來讀最後一段經文 67節 我們請來讀 預備 請 aled緊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因為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除了真正的愛 福音 b BREEV 本是在於這奪 你 profitable 所以 這福音本是上帝的的人 有人特別去講說這個大能是一種像炸藥一樣的大能 是能夠去把人的生命翻轉的 等到你接下去看第二章 第三章你就知道 講到人類的罪惡 而上帝任憑人類 沒有辦法 改變不了 但是在這些任憑人 只要有人願意回頭 神也能夠拯救 重點不是先 重點是後 什麼意思 先是猶太人 後是什麼 希臘人 意思就是因為當初他們會覺得 福音只是給以色列人 而保羅說先是猶太人 後是希臘人 希臘人就代表所有畏信主的人 所以福音一定要出去 所以弟兄姊妹 福音一定要出去 好不好 跟你們說 福音一定要出去 牧師沒有在休息 牧師在做一件事情 是我在預備耶和華的軍隊 是那群枯骨要被復活 一群生命被修復的 關係被修復的人 要再一次興起來 進到我們的職場跟家庭裡面 我們能夠彼此相愛 阿們 所以福音能夠拯救所有的人 而神的義正在這福音顯明出來 而上帝的公義正在這福音顯明出來 上帝的性情正在福音顯明出來 為什麼福音顯明上帝的性情呢 福音的核心就是十字架 為什麼十字架顯明神的公義呢 因為耶穌代替人的罪上十字架 如果上帝不公義的話 那就沒事了 大家犯完罪 寫個認罪悔改書就沒事了 玩假的 沒有 神讓他的兒子釘在十字架上 顯明了神的公義 而另外一面呢 也顯明了神的慈愛 因為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怎麼樣 賜給他們 所以十字架一面是神的公義 因為耶穌真的死在十字架 十字架的一面是上帝的慈愛 因為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所以弟兄姐妹 你掛十字架的吊飾很漂亮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漂亮的背後 是耶穌基督的熱情 以至於他能夠受苦 到一個地步能夠定在十字架上 而是上帝的慈愛顯明在十字架上面 現在你只要做一件事 現在你只要做一件事 門就為你打開 而那一件事你不用很聰明 你不用很努力 你不用做很多的修行 你不用奉獻很多的錢 各位弟兄姐妹 這跟所有的宗教完全不一樣的地方 人在找那個生命的路 你知道 當牧師最近在操練靈修的時候 我越來越尊重不同宗教的人 以前我覺得不同宗教的人都不對啊 反正沒什麼好講 當我最近在操練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尊重他們 因為他們都是尋道的人 他們為了得到生命的安靜 他們能夠去打禪 打欺天不講話 有的人能夠不吃不喝 躲在一個森林裡面 有的人能夠讀很多的經書 有的人可以做很多的善事 有的人能背負很多的重擔 他們在還債 還自己的債 少缺責 台灣人 你現在會做這樣 因為你上輩子怎麼樣 你現在會這樣 因為你上輩子怎麼樣 你會車禍因為Gapsle 你要Gapsle 你要化解這個Gapsle 你就要磕個小老虎 是 我們會覺得好像很可笑 我們用同理心 大家傾聽對不對 開始打開你的傾聽 他們很渴望去恢復 心中的安靜 心中的平安 他們付上代價 可是他們經歷不到那個平安 弟兄姊妹整個台灣越來越熱了 不只是全球軟化的問題 人的心躁動 浮躁 你坐在捷運上 你騎摸摸車 你看這大家都在比急的 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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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不下來 他們用捷運 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神的公義在這福音顯明出來 而你只要相信耶穌 你就能夠經歷這個福音 我們最後讀一章十七節 預備 請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顯明書 這義是本於信 以至於信 如今上所記 一人必因信得身 好不好我們站立起來 我們就是在一起 發展 不滿滿滿滿滿滿那些